建立一个名为月球门户的空间站和表面着陆系统 月球的第一批定居者将是宇航员和科学家 但允许更多普通人居住也只是时间问题 SpaceX已经有一个登月计划 将在2023年送一批志愿者上月球旅行 月球上的温度、辐射和潜在的陨石撞击 都是持续不断的威胁 可能会造成月球基地的毁灭 为了克服这些条件 早期的定居者可能会在月球影视坑下面挖洞来作为居住点 机器人漫游者将协助人类用月球岩石和尘埃覆盖这些洞穴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可能会建造足够坚固的圆顶结构来居住 我们还需要在火山口基地获得食物和水 主要的食物可能有两种 一种是从地球进口的 另一种是在月球表面种植的 学会在恶劣的条件下种植食物 将是在火星和其他星形上生存的重要一步 月球土壤很难耕种 但研究人员已经在种植月球西红柿 藜麦 豌豆和萝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 因此它们可能是月球上食物的主要成分 水资源大部分将从月球本身开采 以避免航天飞机运送的成本 由于月球上没有水循环 我们不得不人工回收尿液 汗液和淋浴中的水 以净化再次使用 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中 保持一个稳定的心态 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宇航员可以通过笔记本电脑 收看国际空间站上的电视节目 月球上还将出现出租车服务 这些车辆将被建造成旅行车 在著名景点之间运载乘客 月球上受欢迎的旅游景点 可能包括阿波罗11号首次着陆的地点 关于在地球上的工作 许多月球居民将成为SpaceX 或NASA等公司的工程师和科学家 其他人可能会通过操作 来回运送补给的卖游者 或者作为司机 将人们运送到热门景点来谋生 虽然这听起来像是遥远的未来 但月球站已接近成为现实 在研究人员在月球上建立永久性基地 并学习如何在其中生活之后 太空游客花钱去月球表面 也只是时间问题 最终有些人甚至有可能 永远生活在月球上 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转折点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请记得点赞和分享 感谢您的收看